如果全世界的人一起穿越 其他人觉醒的都是短刀短剑 没多你觉醒的一座军国库会怎样 上级说道 我刚出小木屋 就遇到了一大群变异术 我用洞察之同查看属性 铁招鼠 等级 二级 生命值 三百 魔力值 三十 攻击力 六十四 防御力 二十六 技能 力招 我丢 这只老鼠是两级的 它的攻击力 比我还要高出四点 就在这时 一只老鼠跳起来给了我一爪子 直接扣了四十四点生命 我痛得差点叫出声来 要知道 我现在才八十点生命值了 而且我还在不断的流行 我面色一沉 必须要赶紧回小木屋才行 我完命狂奔 终于跑回了小木屋 还好这只是一只老鼠 这要是换成老虎豹子什么的 今天我铁定没了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信息 生命值只剩下十三点 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气 惊险万分 好在待在小木屋里 每分钟可以回复五点生命值 就在这时 门外传出了嗣嗣声 不好 这群老鼠竟然在攻击小木屋 但好在小木屋的防御力足够高 一大串的简灵的数字中 夹杂的几个简易 虽然只扣一滴血 但架不住铁爪鼠多案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小木屋已经扣了八滴血了 继续让铁爪鼠攻击下去 小木屋迟早要玩 不行 得反击 我将门打开 掏出了沙漠之音 秦贼先气王 先把那只二级的铁爪鼠杀了 我没有急着开枪 而是认真地瞄了下来 老鼠也看到了我怪异的动作 但他们显然不知道枪是何物 我扣下扳机 一枚魔力子弹急所飞出 瞬间就击中了二级铁爪鼠的鼠头 这一枪只打到了铁爪鼠四十五点醒 但后续的流血效果非常给力 每一秒都有好几点的伤害 这么完美一枪 竟然才后四十五点醒 我这攻击力是真的低 我有些失望 我还以为这一枪少说能有七八十的伤害 二级铁爪鼠痛苦的叽叽大叫 满地打滚 我没有心认 接着就打了两枪 铭机杀了二级普通凶兽铁爪鼠 获得二十二点经验值 随着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我松了一口气 鼠群里唯一的一只二级老鼠被我干掉 生下来的一级鼠对我来说就是活靶子 这些铁爪鼠智商并不高 这种情况下也没有选择逃走 还在不停地砍咬着小木屋 我赶紧看了一眼小木屋的生命值 生命值4977-5000 我丢 你们这些小杂子竟然敢拆我家 这是没把我放在眼表 我举起沙漠之衣 对准了这群铁爪鼠 发出了邪恶的笑容